藏色散人来到姑苏兰市门前,拿出败帖正想进入的时候,眼神一瞥,发现了一名有趣的男子,只见男子来到门前,拿出败帖,丝毫不拖泥带水,正想进去,却被藏色散人挡住了去路,藏色散人,这位公子,在下抱山散人之徒,不知公子是,男子皱了皱眉,嘴里冰冷道,散修未尝则。 藏色散人,原来是散修啊,我也算散修呢,不如认识一下。 卫长泽抬眼看向藏色散人,抿了抿唇,终究没说什么,藏色散人,公子可是不想与我相识。 卫长泽顿了顿道,卫某并无此意。 藏色散人,既如此,那不如一同进去。 卫长泽文言,则是默默看向藏色散人包袱中那摇摇欲坠的酒瓶子。 藏色散人自然注意到了他的目光,不过他很想知道,他,到底会不会揭穿它。 卫长泽沉默许久,终究回了一句,好。 藏色散人很是诧异,想到什么微微勾起唇,魏无羡,蓝战。 阿爹这事,魏阿娘瞒下了。 蓝忘机点点头,有些许诧异,最后宠溺地看向魏无羡,魏无羡嘟了嘟嘴道, 你看看,阿爹还没呢,就这么宠阿娘了,你呢,连一瓶酒都不让我带。 蓝忘机刮了刮魏无羡的小鼻子道,你不是还当着我的面喝了一瓶? 小馋猫,魏无羡,不管不管,你就是欺负我,我要惩罚你。 蓝忘机,那,你想怎么惩罚我呢? 魏无羡眼珠子转了转道,我想想,先记着。 蓝忘机失笑道,好。 藏色散人与魏长泽一同走了进去,藏色散人停住脚步道, 这位公子,为何帮我隐瞒? 魏长泽,姑苏兰是敬酒, 姑娘喝酒的时候,最好还是闭着邪。 藏色散人听着这达妃所问的回答,勾了勾纯道, 公子如何得知蓝氏的规矩? 魏长泽,门外有些,那些大概有三千家规。 藏色散人睁大双眼震惊道,什么家规? 魏长泽,姑苏蓝氏以雅正为训,有家规道也是正常。 藏色散人,不是,我比你还早到,你怎么还能注意到那东西? 魏长泽顿了顿,他比他来得早,只是看下家规好遵守罢了, 为何会给他留下自己比他来得晚的错觉呢? 藏色散人死死盯着魏长泽,魏长泽瞬间红了耳朵道, 魏长泽,姑娘,在蓝氏还是遵守家规为好。 藏色散人,公子,我只是带了酒,还没喝呢, 不知道现在的我,犯了哪条家规呢? 魏长泽抿了抿唇,转身便想离开, 藏色散人闪身在他面前道, 哎,还没说清楚呢,你要去哪? 魏长泽,姑娘,还请自重。 藏色散人,你让我自重。 魏长泽为难地点点头,藏色散人, 公子还真是高风亮节,连说句话都不行了。 魏长泽急忙道,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 藏色散人说完便想离开,文言道, 那,公子是什么意思? 魏长泽,姑娘。 藏色散人看着魏长泽道,公子怎么不说了? 魏长泽被藏色散人死死盯着,眼神慌乱,不自觉的, 四处看去,藏色散人倒是提起了兴趣。 微微勾唇,正想说点什么? 直接远处传来一道声音,你们在干什么? 藏色散人转头一看,眼神亮了亮, 这山羊湖,捡了它肯定很有意思。 远处冷着脸走来的蓝启人,忽然感受到一丝寒意, 皱了皱眉,继续前行。 蓝启人来到两人面前,冷声道, 云深不知处不可喧哗,还请两位,藏色散人,不可不可不可, 你就知道不可,你们云深不知处,是不是只会这两个字啊? 蓝启人,你。 藏色散人,我什么我? 蓝启人憋红了脸,余光撇到藏色散人手中的酒, 不可置信地看向他病倒。 云深不知处,不可携酒入内,你这酒怎么带进来的? 你。 藏色散人瞬间赶到李亏,撇了撇嘴,将酒慢慢移到身后, 李不止气也撞到,我第一天来,还不知道家规, 犯一次应该没事吧。 魏长泽文言,看向藏色散人,想说些什么, 却被藏色散人的眼神威胁,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 蓝启人,山门口的大石头,皆是家规。 藏色散人,没看。 蓝启人气红了脸,对藏色散人伸出手道,拿来。 藏色散人皱了皱眉,将酒藏于身后道, 我凭本事带的,凭什么给你? 蓝启人,蓝是家规,藏色散人,家规家规家规,你家规附体呢? 蓝启人,你已触犯家规,交出酒,可免受处罚。 藏色散人,怎么,你还想打我? 蓝启人,触犯蓝是家规者,必罚。 藏色散人正准备顶嘴,魏长泽制止了他, 并站在他前面道,敢问公子是。 蓝启人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道, 姑苏蓝是,掌罚蓝启人。 魏长泽,原来是蓝二公子, 久违。 蓝启人,不知公子是。 魏长泽,散修魏长泽。 蓝启人点点头道,原来是魏公子。 藏色散人看着两人的互动,倒是有趣得紧, 这么规规矩矩,两个闷葫芦。 蓝启人看向藏色散人道,敢问姑娘是。 藏色散人,抱山散人之徒,藏色散人。 蓝启人诧异地看向藏色散人,抱山居然有这种不守规矩的弟子。 看着蓝启人怀疑的眼神,藏色散人喊道, 蓝二公子,你什么意思? 你这是不相信我吗? 蓝启人明显地心虚了一下, 但面上没有表现出来, 藏色散人想说什么, 魏长泽急忙上前道, 蓝二公子, 这位姑娘是出道蓝氏不懂家规, 还请网开一面。 蓝启人摸了摸自己的山羊湖, 很明显, 在思考魏长泽说的话的可信度, 魏长泽再接再厉道, 对于出道弟子, 蓝氏应该没有这般严格吧。 蓝启人脑海中闪过父亲的话, 出道弟子触犯家规者, 第一次可放过, 第二次再行处罚, 蓝启人抬起头道, 既如此, 还请这位姑娘莫要再犯。 魏长泽松了一口气, 转身看向藏色散人, 藏色散人撇了撇嘴, 眼珠子转了转, 盯着蓝启人的山羊湖, 心中有了竹意, 蓝启人看着藏色散人的酒, 抿着嘴, 所以, 自己到底是收还是不收呢? 他要带回去, 那不就是触犯二次家规了吗? 所以, 藏色散人看着梦葫芦半天眉之声, 总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, 随即带着自己的旧便跑了, 魏长泽健壮看了蓝启人一眼, 出声道, 蓝二公子, 魏某先行一步, 蓝启人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中并无回应, 魏长泽直接离开了, 待蓝启人回过神来的时候, 两人早已没了踪迹, 魏无羡看着这样的蓝启人, 有点难以置信, 小声道, 蓝湛, 这真的是舒服吗? 蓝旺姬也有点懵圈, 但还是点点头道, 不出意外的话, 应该是, 魏无羡, 舒服, 舒服这是, 在我娘手底下吃亏了, 蓝旺姬斟酌了一下, 这好像不是吃亏, 可, 魏英说的都是对的, 所以点了点头道, 嗯, 魏无羡眼珠子转了转道, 蓝湛, 原来, 还能第一次犯错, 可免于受罚, 那我当初也是第一次犯错吧, 怎么就不能免于受罚呢? 蓝旺姬顿了顿, 舒服真坑, 魏无羡, 蓝湛, 蓝旺姬顿了顿道, 是我的错, 魏无羡没想到蓝旺姬这么干脆利落的就道歉了, 准备的那些词汇, 也还没来得及说出口, 变红了脸, 蓝旺姬, 魏英, 可是想惩罚我, 魏无羡感受到一丝危险, 直接跳脚道, 没有的事, 蓝旺姬失笑道, 真的吗? 魏无羡, 当然, 蓝旺姬一字一句道, 那, 夫君, 多谢, 娘子, 的, 宽恕, 魏无羡羡羽红了脸跳脚道, 谁是你娘子? 蓝旺姬, 嗯, 谁应, 谁就是? 魏无羡, 蓝湛, 你安分点, 蓝旺姬, 嗯, 我不安分吗? 魏无羡想逃离, 却被蓝旺姬抱在怀里,